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受议政大臣 领事位内在皇帝禁卫君统领 择领事位内大臣 雷家少妇兼太子太妇 教习武进士 1661年顺治帝驾崩 十年八岁的爱心觉罗玄也即位 顺治帝临终前遗爪 由索尼 厄比隆 苏克萨哈 饶拜四位大臣辅政 饶拜原本在四位辅政大臣中地位最低 但因为索尼年老多病 厄比隆生性荣诺 苏克萨哈因曾是摄政王多而滚了救赎 故为其他辅政大臣所恶 所以 饶拜才得以善弄大权 他结党营私 日渐骄横 竟然发展到不顾康熙之意 先后杀死户部尚书苏纳海 直立总督朱昌作 寻辅王登林 与辅政大臣苏克萨哈等政敌 引起朝野惊恐 康熙震动 饶拜势力过重 成为康熙亲政道路上的一块斑角石 为了维护与集中皇权 康熙手里急需一支能减除乱党的禁律 饶拜的错误 威胁王权 建阅形势 屈辱滥杀朝廷官员 结党营私等等 五英殿之康熙除恶天和当时侍卫内在 侍卫内大臣等多重军廷要职 都是由饶拜来接力 所以 康熙只好找来一支 由一群少年出为六人 魏东平 武丹 孙殿臣 赵冯春 郎坛 穆子旭组成的队伍 并已在宫内陪皇帝练习不酷 急摔跤 满足的一种角力游戏 蒙古语称为不可 光头穿白色短上衣和深色鞋子 两两相脚 以搏 摔托才觉胜负的名义来掩人耳目 老拜征战半生 认为是小孩子的把戏 也就没有放在心上 不酷的后来偏位东庭 历史上并没有这个人 原刑是曹寅 曹寅十六岁时 入宫为康熙鸾一位 也就是内庭侍卫 后来病死 曹雪芹的爷爷 曾经任职江宁之道 任职期间导致亏负白银几十万两 武丹 原名叫做将驴子 少年时候进宫做了皇帝侍卫 三藩造反邪教进入紫禁城的时候 在皇宫内保卫怀恩的皇后 反贼杀入大内的时候 康熙赐名武丹 允许既在皇宫内杀掉暴徒 后任大将 孔魏京师 后来 武丹被外放为广东总督 康熙晚年九王夺迪闹得不可开交 康熙把武丹调回北京封为直立总督 意在震慑 靠他昔日杀人魔王的威名 震慑那些心怀不轨的人 另一方面也说明康熙对武丹的充分信任 康熙驾东了当晚 武丹坐在门洞里死去 孙殿臣后来康熙的侍卫 赵冯春后来是康熙的侍卫 郎坎后成为一位将军 管理康熙的私人铁骑 穆子婿 原刑李婿 康熙的亲信 江宁制造曹淫是其妹夫 在任苏州制造达三十年之久 其管理的苏州 制造负责为皇宫中皇帝 以及百官制作服装所拥有的克思技术 是丝绸制造工艺中的上等制作 康熙四十五年一七零六 加授李婿大力子清贤 加授曹淫通正思通正式贤 但筹备康熙南巡花费大量酷银 致使苏州 江宁两地亏空很大 其中紧李婿亏空达五十余万两银 权力的膨胀给两家带来了荣誉和财富 但同时埋下了败落的隐患 后江南窥纷暴露 康熙深知其中情有 一面撕下御令礼 曹设法补空 一面在众臣面前为他们设法开脱 并任李旭监管寻言物 以利于补完窥空 康熙五十一年 1712曹淫病逝 李旭奏请康熙恩准由曹淫子曹荣席任江宁制造 监管言物 两年后 曹荣病逝 李旭为保住妹妹曹淫期以后的生活问题 又携曹进京面见皇上 康熙恩准曹继任 李旭继续与席任江宁制造的外甥共事 时政之礼 曹两家鼎盛十七 两府财富积累已相当丰厚 并且借康熙帝殷 两家在朝廷中帝位显克 康熙五十六年1717 李旭亏空补完 康熙算是去了一块心病 他家生李旭户部又是狼贤 因礼 曹两家与康熙帝八子印 自有殷亲关系 两家与八王府来往一直很密切 又因康熙年事已高 两家便把未来的筹码压在这印寺身上 以求在印寺如愿登后 能继续得到皇室的关照 随之后来 雍正即位 两家遭难 扇扑营的成立这群练习摔跤的少年 组成了日后的扇扑营 扇扑营类似于现代的特殊军种 在编制上 既不隶属由兵部所指挥的满、蒙、汉八旗 也不属于帝帮周郡的陆陵兵勇 他是一支独立的 直接清运于皇帝的宫廷禁卫力量 他的主要 实则有三 一保护皇帝的人身安全 寻衅护同则备素卫 二负责皇帝的摔跤 射箭 马术等军事技能的培训演练 三担负类似今日的营外表演任务 燕蒙古番部 则令承应献计编辑本段人员选拔与编制 因为任务的特殊性 所以决定了扇扑营 必是一支短小精悍的队伍 它由三百余人组成 上设总统大臣 从都统 前锋统领 护军统领 及副兜统内筛选齐把 下设有异常 教习等职 善扑营也因皇帝在封建社会中的重要和代表性 所以人员选拔十分挑剔 善扑营也仅从满族巴西里挑选兵源 且出身要求更加严格 善扑营基本上是由皇帝的父亲 母亲 七七三族中王氏子弟所组成的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联系 网络更新人 同样 返回搜独他的 忍 这都是